为了把尼特族拉到职场上 英国政府开始缩减社会福利 今年的4月起 他们推出了统一福利金 整合求职者津贴 收入补贴 住房津贴和减免退税等等 以前孩子越多津贴领的越多 但现在每个家庭一年可以领到的救济金 最高就是两万六千英镑 单身人士每周可以领取的救济金 大约是350英镑 夫妇或单亲家庭则是500英镑 用这样的方式要杜绝民众 依赖社福不工作的弊端 不过在景气好转之前 即使有意愿工作 但要找份稳定的正职还是有难度 因此这几年就出现了很多的临时工 放眼望去 长达100公尺的仓库 满满的站板上堆放着 装满电脑设备的纸箱 这是台商蔡惠玉 位于曼彻斯特的公司 天寒地冻的天气里 仓库里少有人走动 只看到28岁的Makine 和龚猴有说有笑 撕下错误的标签 在贴上正确的 重复着这简单的步骤 就是他今天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说是今天呢 因为他是临时工 不断动着的手曾经是拿油漆刷的 拥有二级粉刷证照的他 因为急着赚钱 没念完三级证照的课程 反而从此离开公司的梦想越来越远 原本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因为经济不景气变了调 他被迫长达好几年的临时工生涯 就像受访的这一天 即使在复活节连续假期前夕 他依旧接了三份工作 只求有收入 像他这样的临时工 都是透过人力派遣公司 仲介而来 蔡惠玉指出 光是在曼彻斯特 就有十几家人力派遣公司 对企业来说 聘用员工不只要负担保险 有薪年假 还怕没有工作给员工做 大环境不景气之下 为了降低成本与营业风险 不少企业像他一样 转向雇用临时工 这种临时雇业的话 是给企业一个弹性 以企业主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弹性 那我们比较可以说 不用担心成本那么高 去聘请一个员工 但基本上他们这些人的基本技术 就是比较低的技术 层面比较低的工作 企业有成本考量 加上大量涌入的波兰人 抢折作低薪工作 排挤了英国本地人的就业 让失业率雪上加霜 英国政府也意识到 社会福利可能影响就业意愿 因此开始设定门槛 鼓励求职才能领津贴 但看看4月中刚公布的新方案 只要每周工时低于16小时 就能申请求职者津贴 个人最高每周可以拿到71.7英镑 也难怪有年轻人 靠领救济金度日 或是窝在父母家里 对未来没有梦想 没有憧憬 不愿牺牲休闲时间 这样的观念 让McKean无法重回学校 取得三级症照 也让临时雇主蔡惠玉摇头 在英国经商超过15年的 蔡惠玉分析 不愿多付出 时间一到立刻下班走人 是英国年轻人的通病 要求失业 恐怕这样的观念 得要先改一改